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2022年7月的時代觀景,我是刑福曾 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一下25這個數字 大家聽到25的時候會想起什麼呢? 是韓劇25、21一個很感動、很觸動人心 亦都大家可能很遠識的愛情故事? 還是50年不變的一半25年呢? 進入7月的香港,的確25這個數字鋪天蓋地 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下25年來的香港基督教會 當然這裏所說的25年其實是1951到1976年 在1976年的時候崇基學院慶祝25週年校慶 所以在那一年裏他們舉行了一系列的校慶紀念學術講座 在1951年在香港創辦,是一班南來走爛來香港的基督教人士 他們和香港教會的領袖一起合作去創辦基督教高等教育 他們目睹整個香港的位置 他們思想到中國大陸裏面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特別是13間的教會大學的前景 所以決定在香港創辦崇基學院去延續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使命 來到1976年了,崇基學院25週年 他們藉此以25年來的香港作為一個主題 邀請了很多位不同界別的人士 在不同的領域裏面去回顧25年來的香港 一本的文集在1977年的時候出版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20年來的香港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確就著不同的領域 包括銀行、業務、製造工業、基督教學生運動工會 電視製作家庭、政府、政治、法律、立法等等不同的範疇 包括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罪案等等 在不同的領域裏面去回顧25年來的香港 亦都不單單是回顧石像 亦都是進一步去思想未來的香港的發展 裏面的名字、受邀的嘉賓石像 都是在那個領域裏面具有代表性的 今天我們嘗試去看一看裏面所提及的基督教會 負責去檢視20年來的香港基督教會的是何世明牧師 他當時是聖工會港澳教區的牧師 亦都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社長 何世明牧師或者後來的何世明法政牧師 他著作很多亦都特別是關心關於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回通、融會 他到底怎樣去回顧檢視25年來的香港基督教會呢? 整篇文章他掩飾了香港基督教的發展的歷程 在香港初期的貢獻、近期的發展 特別是他將焦點放在戰後 他提及了四方面的注意的重點 首先是香港戰後人口急劇的增加 這個毫無疑問是因為中國大量的難民南下被巡來到香港 亦都在這個背景下 大量的藍遷的基督教的宗派和機構 亦都紛紛來到香港 令到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 呈現一個急劇增長多元發展的格局 戰後香港的工商業的發展 經濟的進一步的繁榮 以至到最後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對自然團體 特別是基督教、天主教 他們在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資助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的改變 以至出現了一個政府和教會之間的夥伴關係的討論 然後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文章後面 何世明牧師問今後的基督教在香港發展又如何 他說在可見的將來必將營救朝著傳福音和服務社會 兩大動向繼續前進 然後他提了六個值得關切的問題 我們逐一個問題去介紹一下何世明牧師的看法 第一個去形容在歷史上的香港基督教 事實上是中國基督教主流中的支流 但是最近25年來特別是戰後的變化 他說今後香港基督教已經不再是中國基督教主流中的支流 很明顯這個是考慮到整個50年代中國的政治形勢的變化 基督教在香港獨特的形態的發展 當我們回顧整個香港基督教的歷史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確中國因素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而在戰後因為這個格局的變化 香港的因素越來越重要 香港基督教成為了本地 殖根本地的教會 在體制上跟中國教會割滅 然後何牧師最後問他說 然而假若將來基督教在中國 真有可以蓬勃發展的機會 則香港基督教會在此一重大工作中 是否應該負起特殊的任務呢? 又如何去負起這個任務呢? 的確這個是在中國基督教 或者在香港的基督教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香港的教會和中國教會的關係 1976年的時候問這個問題 實際上也預視了 當時也不知道中國會進行改革開放 什麼時候會開始打開大門? 然後在幾年之間出現了這個變化 香港教會也真的提出了關於關懷中國教會的使命 開啟了80年代中港教會頻繁的交流 在一個80年代以後的新的格局下面 到底香港教會和中國教會的關係是什麼呢?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 韓牧斯提及香港教會主要是華人教會 而他看到這25年來在戰後的香港的華人教會 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東南亞華人教會 以至到普世全球華人教會的重心 他以香港的基督教出版事業為例 實際上香港的市場一個和長這麼小 基督教的出版工作所服務的 如果只是靠香港教會 的確是一個很狹窄的一個市場 我們看回歷史的確 當時華人教會 在東南亞二路普世的華人教會 實際上他們如果要仰賴關於華民的出版事業 基本上是以香港的基督教的出版事業為重心 很明顯這個也是因為在49年之後 整個基督教的出版工作的重心 由中國大陸 由上海 由武漢 由廣州 遷移到香港 香港的基督教各個事業出現了蓬勃的增長 而他所服侍回應的對象 亦都變為普世的華人教會 同時問我們如何珍貴這個機會 負擔這個十字架 所做的是否足夠 第三方面的是 同時亦都因應香港這個華人教會的特色 他問到底我們對中華民族的風俗文情 有沒有充分的認識 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 是否有深刻的了解呢 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和基督教的關係 我們有多少反思 正如剛才都說過 實際上何世明牧師 或者何世明法政牧師 一直以來是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他出版了很多很多的著作 關於中國民族 中華民族和基督教傳統文化 等等這些課題之間的融會 貫通 他是身體力行的去參與在這個討論裡面 第四方面 他提及香港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地方 而在這個學術自由的地方裡面 有利的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 特別是基督教在裡面 他回顧歷史 基督教一直在東西文化交流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由明清時期的天主教 去到晚清的基督教 在整個東西文化交流 特別是香港做一個很重要的 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地方 到底基督教如何繼續去迎接這個機會 發揮他的特殊的任務呢 第五方面提及了關於合一運動 基督教有不同的傳統 包括靜教會、天主教、基督新教 而基督新教裡面也分成不同的中派 進入二十世紀 普世的合一運動 在發展 來到香港 到底香港的教會 此時此地的香港教會 對於整個普世的合一運動 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是繼續的各自為政 互相分裂 還是願意的促成合一呢 而這個合一很明顯 他所指的是一個聯成一體的合一 70年代實際上 香港的教會也都在這方面嘗試探索 可能大家聽過者 完全不知道當時香港 世上在醞釀一個關於 香港基督教聯合教會的運動 參與討論的牽涉到 巡導工會、衛理工會、中華基督教會 二次到聖工會 在問是否這四個中派 可以變成一個香港基督教聯合教會 所以何穆斯當時提這個合一 實際上不是空泛而談的 亦都是有所指向的 當然最後這個香港基督教聯合的 教會沒有落實到 而只是變成了 巡導和衛理的聯合教會 這段歷史有機會的 將來和大家一起的再去回顧 最後何穆斯提及了 關於教會和政府的關係 特別提及了關於那個夥伴的關係 因為得到政府政策的改變 政府用公帑大量的支持自然機構 特別基督教、天主教 去從事教育和社會福利工作 說這方面的確得到政府的經濟資助 對整個事工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他接著會問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教會的角色或基督教的角色 會不會越來越因為受了政府的資助 而趨向淡薄呢 他說這個絕對不是幾人憂天的 他用回崇基學卷做例子 我之前曾經跟大家 都在一集《時代官機》裡面講過 在1976、1977年的時候 當時中文大學改制 整個改制實行中央集權 將原有的書院制度 聯邦式的書院制度改變 於是乎作為基督教的私立大學的崇基學院 加入中文大學 最初的考量是可以維持自己的特色 在聯邦制下維持自己的特色 但是70年代中文大學的改制 卻是要將書院的制度 和大學的關係調整 所以在那個時候 事實上鄉教會討論崇基學院 在改制之後 是否繼續維持到基督教的特色 所以韓牧師 建基在這個現實的考量下 然後再問 整個基督教在教育 在社會福利工作方面 到底我們怎樣 在政府接受政府資助 在這個夥伴關係的建立的同時 我們會不會繼續維持到 我們自己的特色 我們的原有的本色 這方面的確是需要認真的籌劃思考 何世面牧師從這六方面去提及了 關於二十年來的香港教會 值得關注的問題 他所說的二十五是一九五一到一九七六 當然我們今天去思想的 我們今天在香港的處境裡面 我們熟悉的二十五是一九九七到二零二二 然後我們又再問二零二到二零四七的第二個二十五 如果我們借助何世面牧師這六個思考的課題 我們怎樣去幫助我們去想 未來二十五年來的香港基督教 到底香港教會和中國教會的關係 過去大量的去投入在中國的事工裡面 隨著中國教會的形勢的變化 向教會自身的變化 到底整個中港教會的關係 在未來二十五年會是怎樣呢 那種關懷中國教會 面對整個香港很多的變化 怎樣去關懷怎樣去參與 自身的角色是什麼呢 這個實際上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 香港的教會和普世環教會的關係 面對近幾年來香港教會 或者整個香港社會的離散 大量的香港人移居海外 香港人在不同的地方建立香港人的教會 到底對整個普世環教會的格局 去香港教會又帶來什麼的變化呢 這個也是有待我們繼續觀察和思考 基督教論中文化 剛才提及何牧師很關心的那種傳統文化 那種國學式的實踐和反省 在當時實際上已經有些學者去問這個問題 那種國學式的本色化 到底在當下的鄉教會 對整個的宣教的工作的作用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如果要對著一個80年代或70年代的香港的華人去宣教 你跟他講傳統文化 說現在的作用有多大呢 到底基督教對此時此地的華人的生存狀況的關注重要 還是跟他講傳統文化重要呢 或者由國學到國情 未來會不會變得更加重要呢 第四 基督教和中西文化交流 何牧師很強調需要在一個學術自由多元的環境下去進行 香港一直以來的確由殖民地去到97之後 仍然享受著宗教自由、學術自由、思想自由 多元的空間 這種多元的空間在未來會怎樣呢 中西文化交流在未來的香港 是不是還是成為我們的亮點呢 基督教在這方面到底會不會反過來 會因為跟西方的背景而受到更多的包袱呢 基督教和合一 當年的基督教聯合教會 香港的基督教聯合教會 是一個中系主導的合一運動 未來香港會不會有另一種形式的合一呢 最後香港教會和政府的關係 是教育、社會福利工作方面 實際上在90年代以後 政府的資助政策的改變 以至到97之後的政策的改變 實際上已經看到教會的角色 有人說那個已經不是一個伙伴 而是成為政府的伙計 但是另一方面 教會在承擔服務和教育方面 也都為整個教會的植堂工作 帶來了很大的悲憶 到底未來的政府的政策 會有什麼改變 那種夥伴或者夥計的關係 我們教會怎麼去理解 對整個香港基督教的發展會怎樣 2022、2047、下一個25 我們應該怎麼去拍攝呢 大家一起去思考 今集的時代觀景舉到 再見 平安 好的